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成道后你想得到什么 你到底在追求什么 开悟了之后你喜悦 成道了之后你宁静 一切不都为了一个心安吗 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能够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痛苦或者喜悦都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的 我们只能活在每一个念头上 而念头看起来是念念相续的 而实质它是单个独立的 因为我们只能活在一个念头上 而念头又是单独独立的 因此我们并不存在持续的快乐或持续的痛苦 一切都是一个一个的 一刻一刻的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的 但因为未对这真相真的了解 我们却错觉地以为我们什么都是持续的 一贯的 我们会觉得我们一直在痛苦当中 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一直在喜悦当中 这是幻觉 没人能那样 我们并没有持续的痛苦 也没有持续的欢乐 我们都处在一个念头上并跟随它反应 没有人24小时在天堂或在地狱 那根本不可能 有人感觉他能掌控他的念头 或管住他的心 幻象 没有人能做到 掌控不可被掌控的 不可掌控的 觉得被掌控了 这显然是幻觉 你能够掌控风经过一棵树或不经过一棵树吗 你办不到 当你控制不了风时 你也没办法真的控制自己的心念 甚至控制心念比控制风还难 任何想控制自己心念的人都痴心妄想 他们掌控不了什么 他们只能给自己一个幻觉或假象 控制心念与控制风一样 都只有老天才能做到 我是不想操控自己心念的人 我只是了解他们 在我理解了他们时 他们安顺 他们不安顺时 他们肯定期待我的理解 开悟不是将来的一件伟大的事情或时刻 而成道只能发生在现在 必须就在此刻 如果你不能在此刻安住在你的念头上 如果你不能在你此刻的一个念头上喜悦自由 那么成道就是一个梦中的人成道 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成道者的成道 你了解吗 生命以为有个将来和过去 这百分之百的是个幻象 这连此时此地 它也是幻觉的一部分 只是这幻象正在经过你 它最靠近真实而已 而真实不存在 它是空 生命是空中觉上起幻 起念所造成 而念头生灭的速度太快 因为它生灭的速度太快 所以看起来它是相续的 因为它看起来是相续的 所以那虚假的看起来像真实的 这是幻象看起来那么真实的原因 识破了生命存在的一切是念头的结果 识破了念头的不真性 识破了念头并不是相续的特性 它怎能还能继续欺骗你 你怎能还被它继续欺骗 那结果当然是你活在当下和自由解脱了 没有可被成为的开悟或成道 没有可被拿来看的开悟状态或成道实相 有的只是就在此刻 你和那当下一念的关系 认同那些念头你走了 与那些念头保持觉知关系 你是佛 事情就那么简单 你只能一个片刻 接着一个片刻地活 因为念头只能一个接着一个地来 你不可能同时活在两个念头上 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同时活在两个时刻的原因 如果你放慢镜头地观察这一切 你会发现事实正是那样 你所见和佛陀所见的一样 修行不是一场理论探索或理论建构 它是一个事实发现和体验一个事实 而且它只能在当下此刻进行和完成 它不会在别处 在别处只能在梦中 开悟是当下的意识开花 成道是当下那朵花的结果 它不可能发生在别处 发生在别处在那是梦里开花和梦里结果 梦里落花之多少 朵朵都是须中云 不要再去追求一个叫做开悟或成道的东西 也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更不能荒谬地寄托于来生来世 必然就在当下 也唯有就在当下 你才能真正地实现你那所想追求的 就在当下观察和体验你的念头 深入向内 你便可了解这一切 灵修里追求开悟和成道 在那些在所谓的世俗层面 追求名声和金钱的一样 都是贪婪在一具体领域的显然 追求把你引向了梦 引向了虚 因此也不要再追求开悟或成道这个东西 也不必探寻它是什么 就当下观察和体验你的每一个念头 就能实现你所找寻和要知道的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但要相信一个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它需要大智慧和大自信的人 才会相信最简单的存在 因为没有大的自信和智慧 当你看到最简单但是真理的存在时 你会疑惑它 你会不相信那是真的 你会围着它转 你会被你的疑惑带走 带着你自己的故事和梦 这会让你错失真理 因此只有那些大智慧和大自信的人 才会安住质简存在的层面 那些稍微缺一点才能到达大自信和大智慧的人 都跟着自己怀疑和那怀疑的头脑跑了 他们跑进了自己头脑深深的疑惑 和解疑惑的故事中去了 开悟或成道了 你收获了什么 若说收获 开悟就是发现了这个笑话 而成道就是生活在这个笑话之后 在没有体会过开悟或成道之时 人们以为他们是神秘的 不 他们不是神秘的 你的心才是神秘的 无论是想去开悟 还是去想成道 去了解你的心 这是全部和重点 没有人是不透过心 来了解和实现这点的 没有离开心的开悟 也没有和心无关的成道 开悟 成道 那一切的一切 只是对心的明白和了解 整部佛教都是心经 读自己的心就是读经 要想开悟 必读自心 不读自心 只读经书 开悟成道 没门 抛开对开悟和成道的概念 及故事的执着 去了解你的心念吧 就在当下了解 而不是下一刻去了解 如此 你正在惊艳开悟或成道呢 你知道佛陀当年 从那菩提树上觉悟醒来 看到了什么吗 他看到了明亮的启明星 真实的青青的小草 划过皮肤的微风 和穿过耳机的小鸟 真实之声 你知道假如你也从你的梦中醒来 你会看到什么 或许是电脑 键盘 文件 同事身上漂亮的衣服 和你自己正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呢 觉悟者醒来并不是看见眼前的存在之外的东西 而正是眼前真实之在 那首次没有他思想的看见 再没有内在的云 遮蔽他的眼睛 他看到了那如来的一切 开悟之所见并不是开了天眼神眼 或什么眼看到了真实存在之外 凡人所不能见的其他 相反 他看到的是人人熟视无睹 视而不见的 一花 一草 一木 倘若他开了天眼神眼 他有了神通 他看到了现实存在 没有 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显然他进入了自己的幻觉 那不是开悟的所见 那是大幻梦的所见 深深梦中的所见 不能见到眼前真实存在的人 不叫开悟 不能活在眼前真实存在之上的人 不叫成道 一个已经全然了解 存在真相的人 谁还去问为什么 和想着去解答为什么 一个已经全然了解 存在真相的人 谁还活在自己头脑虚幻的梦 而不是简单如实的存在之中呢 谁还在找寻这 找寻那 谁在成为这 成为那 他没有可找寻的 他没有可成为的 他没有需要知道的 你归于当下 着于心念 嗯 归于当下 着于心念 如此 经验你时时刻刻的开悟和成道吧 这才是真正的修道 追求开悟或成道呢 尊敬的行者们 归于当下 着于心念 如此你们走在正确的觉悟真相 和解脱自由的路上 如此才能到达无上正等正觉的菩萨彼岸 彼岸恰是当下 彼岸恰是如实的现实存在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明白了吗 我们为何开悟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吧